大家好,欢迎回到越野卢书川西篇的最终章 在穿越完了著名的错雅县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成本次旅程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那就是去往格涅深深 这座四川的第三高峰啊 它就位于李唐县和巴唐县之间 而它的南侧呢 有一条可以全面观赏格涅群峰的路线 也就是俗称的格涅南县了 所以呢我们将从巴唐县出发走格涅南县 去到我们此行最终的目的地格涅之眼 这角度太大了 这个现在上坡的角度21 22度 而且这个就是海拔太高了 景延459省道 继续行驶4.5公里 459省道 巴唐到格涅神山那条路 风景了 特别棒吧 不光风景棒 而且柏油修的也非常好 新路 新路 这是挺新的一条路 包括这线 包括柏油都特别新 那维古瑕疵就是山体的这个滑缩落石 这实在是太多了 到处都在塌方 到处都在修 所以这新路啊用不了多久 就有可能会变成老路 然后你看这地儿 这直接这山体那土都下来了 看左边这块石楼 这下来过什么也得给砸扁了 所以这条路走着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刚才小红马就被见到几个小石头 零星落下来的 而且我看现在这个工程车能出来开始清理了 那说明现在是一个结实的阶段 前面就踏一块儿 你瞅着你瞅着 平均两三公里啊 就得踏一块儿 我觉得它每两百米就得踏一块儿 两三公里就得有一大踏 就得站一条车道 所以这么一直休下去 在那儿也挺费心的 没办法 那你说这地儿的这种路 它也没有更好的方案 你看前面右手边这块 我的 这车怎么变成砸了是吗 还是翻了 没太看 哦 那车手上 这车上的山石都砸了 翻译太阳 车顶还有石头呢 这应该就是被砸了 哇 看这里头还有石头呢 看这儿看这儿 那么大一石头 这很明显是从 主架的窗口砸进去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 这主架应该是受伤了 然后你再看这个后座 这么大的山石 直接就进去了 里边石头在那儿呢 后挡风也完全都碎了 所以说滑坡的地方啊 还是非常危险 真要赶上了 就成这样 滴了点上吧 快跑快跑快跑 这真是挺败的 你不觉得吗 对啊 你想附加上那块石头 十有八九真砸住它了 很好看车上没雪 我估计那一下砸身上了 这要砸脑袋上 我告诉你 那一车都是雪 没事咱现在到这儿 那人还在那儿 对 那小路人开车呀 先走石头得快一走 反正有点恐怖 有点恐怖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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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木马人 现在就已经当了 崩兴子 说是什么颜色了 这才是木马人该有的本色 然后今儿你还得做好一项准备 今天才是挑战咱们整个形成最高海拔的一个点 你到时候感受一下 5000的3.6NA吧 现在4000的3.6NA已经变成了1.0了大哥 只要一上3000特别凝确 每上1000排量绝对下降1.0 有点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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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道理 5500 6000 卖速表根本就不往上走 现在雪山已经离咱越来越近了 我觉得一伙咱俩都摸着雪 咱现在应该就奔着那方向去的 现在海拔是4692 别说小红马呼吸困难了 我现在都有点呼吸困难 看右边的雪怎么完全白的 是的 现在咱们几乎就已经见到了雪了 今年的冬天的雪来得比以往更早一些 不是雪来了吧 是咱们过来找雪了 牙口就在前方我已经看到金帆了 观景台200米 咱们到观景台上看看去 哇 这一转过来呀 我的天啊 真是太漂亮了 仙镜一样 刚才咱们从夏天出发 然后现在来到了冬天 咱们确实不光摸到雪了 咱也踩到雪了 现在郑哥咱俩已经可以打水让了 可以来吧 我是第一次来到五千的地儿 现在我要给大家在县城演奏一首 青藏高原 我可能就直接就举一块 其实这个观景台的对面呢 就已经是隔聂群峰了 然而呢 此时山间依然布满了乌云 三台车呢 沿着柏油路下到了山谷 接下来啊 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柏油路呢 是需要绕很远的一个V字形的路线 才能够去到隔聂深山的 而我们呢 此刻准备尝试着超个近道 走一条隔聂南线的老路 从中间直接穿过去 咱们现在下道了 但其实咱们下的这个道啊 是一个老路 就是有了一个公路之前 这就是一条通勤的路 你看 紧接着有一摩托车开过来了 然后挥手不让咱们走 那我看一下 跟他说一下 您好 您好 您去哪里 我们去那边穿过去 这个超过去 我看了 哎呀 西方的石头 还有 哦 滑坡了 滑坡秀 明白了 哦 这个 树 树也下来了 明白了 行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会安全的 谢谢你啊 刚才老乡特别热线啊 跟他们说前面有因为大雨 山体滑坡的地儿 郑哥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的人 都特别淳朴 说真的 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就是在318上 让大家更多看到的是 特别丑陋的一面 真的 其实拍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告诉人家 真正这边藏区的 淳朴的人是什么样的 确实是这样 因为昨天去那牧民一家 咱们买油的时候 我就能感觉到 他们那种真诚 在大城市的人里边 不常见 这儿有一点窄啊 注意 好的 好的 应该这儿桌子 哎不对 我超出我了 咱这能直接拔上去 大城坡 好大呀 一个一个来啊 一个一个来 我上你们再上 不然这中间挂着 挺麻烦的 好大一个坡呀 这儿是路吗 哇这车喷爬能力太强了 我上来了 你上来 等会儿啊 等会儿 你先别上来 我先看一下情况啊 你别上来 你别上来了 这儿不是汽车的路 这是摩托车的路 我感觉 这儿不对 掉头 这儿掉头也挺有挑战性的 我这姿势 不太好难捏呀 它还是大了去吧 大了就得拐第四 就这个坡啊 人走着都费劲 还开车拔上去 还要开车倒下来 你看 稍微有点危险 那个 注意安全啊 小心翼翼地把车倒下来之后 我们在附近兜了几个弯 才算是回到了正常的形势轨迹 然而呢 才走出没有多远 大家又被前面的塌方给拦下来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这儿应该就是刚才老乡说那个问题 这个不是咱的H9能拉开的 我这儿想给耗盖了 给拔一棵树 这塌方 这是什么人的树 它那儿就看这儿 这树就一片下了 而这儿靠脚团 这儿 就危险了 哪有老乡也没跟他 没瞎说 这个塌方的位置呢 实际上刚好是处于这条进道 正中间的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们都回到这个柏油路的话 那真的就要多走几十倍的路程了 而此时呢 恰好这个塌方的附近呢 还有一条我们曾经啊 真的就探查过的一个更老的废弃路 所以大家啊 就决定尝试一下 切换到这条废弃路上去看一看 来吧 来吧 喜欢你来吧 这一看就是高兴了 找着路了这是 好吧 这就是那条被轰飞掉的老路 这大坡啊 我咋 那前面那坡上的有点急啊 看出来了 那坡还是有点特写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再下雨 幸亏是石头路 这要是土路 就这湿润程度 就瞎了 我看一眼这个地儿啊 这个地儿 不太友好 我非常支气的给了一个低四 注意观察我上来的路线啊 有信心吗 有信心吗 咱没信心能怎样 没信心 虽然大家找到了这条废弃路 但是在探路老师的印象当中呢 我们目前的这个位置到前方 崖口 短短的一公里路程之内 就分布着三个难度极高的障碍 而在实际拍摄前两个月啊 我们的探路车 是从相反的方向开下来的 也就是说呢 这段路 如果是在下坡的这个状态下呢 就非常难走了 而此时此刻 我们的这个方向 是上坡的方向 而且再加上外面呢 又稀稀利利的下着小雨 那这个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点避险 哎 那边就是 山崖 中心有点偏啊 路面很窄啊 现在要通过的这个位置啊 是在一个上坡加侧坡的路段 而如果从右侧爬过去的话呢 那这种又湿又滑 而且还不规则的路面上 如果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会滑到右侧的山坡下面去了 所以呢 文拓旗舰 我呢 就选择了左侧 绕一个非常非常窄的S弯爬上去 好 得上这儿 往左借一下 但是你下来好下 上来够强 上来不太好上 因为刚才这个 炮车中火被往下滑了一下 上的不够了 再来 好的好的 我先看看你怎么上去 从那儿上你有优势 你短 但是吧 都只有高五 都说不定 我这个肯定算不对 在这种非常窄的宽度之下啊 想要通过这个S型的弯路上坡 确实是非常的有难度的 即便是努力的稍微调整了一下 上坡的这个角度 但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 就又很快滑到了原本的位置 上面那个坡比这还大什么 这不算我说的三个难度的任何一个 明白了 大家停一下 我得把路面放下 因为今儿下雨 所以跟之前探路的这个路面的情况 很多不确定 包括刚才我们走的那条路上的那个塌方啊 其实在探路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的 放下器如果能OK就OK 继续往上干 如果不OK 这个就不拼命了 放到零点吧 听中吗 听中吗 这就是胎压2.5跟胎压0.8的区别 白鲁石的胎币给个大大赞 继续前进 你现在上来了 那当然 而且关键你会发现一下一下的那个低纽 电给的胎某 嗖嗖嗖嗖嗖 过来了 有动力 有附着力 那意味着什么 当然上啊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是不是 在投车通过了这个S弯的障碍之后呢 我们决定让两台车先在原地等一等 投车呢 先去前面看一下情况再做决定 毕竟啊 前面一公里内 还有这三个通过难度极高的障碍 这角度太大了 这个现在上坡的角度21 22度 而且这个就是海拔太高了 这海拔4652 如果像刚才那样 呃 停一下车的话 H9起出来步了 这个车完全是因为它本身在越野车里它也轻 然后轮胎的附着力好 加放弃 加前中后三大锁 再加上前面银杆断开 如果它没有这个插电混动系统 没有这个电动机的辅助的话 2.0T它也很难上来的 明白吗 所以这电马电Ruby肯 我只能用俩字 真香 到了你说那个侧坡那个位置了 那里 那应该是很危险 反归看一眼 因为这本身就是侧坡了 那更侧 但这真的很危险了 如果这是干地的话 这能扒住 有点速度 能冲过去 但如果现在是下雨 你即使快 你后轮一滑 一下就到底了 在当时我们的团队来探这条路线的时候 H90单车 从这个山坡的东侧 艰难的爬上了崖口 而此时此刻的天色 已经是逐渐变暗了 本来以为接下来 这短短的一两公里的下坡路段 很快就可以走完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短短的一两公里 竟然耗费了我们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通过前两个障碍之后 我们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因为这个山坡的角度很大 再加上接近5000米的海拔 当H9的发动机 涡轮没有接路的时候 就连起步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此时再想要回到崖口 也就不太可能了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下山的方向 继续往前方 毕竟是单车探路 所以在感觉路况稍有不对的时候 就要下车选好路线之后再通行 而当我们在漆黑的夜里 看到目前这个侧坡的时候 真的是让我们措手不及 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 能不走这就一定不要走这 我们穿好雨衣 戴上手电筒和随身工具 打算蹚出一条能够让车走的路 然而我们在坡下走出了几百米 甚至是走到了南侧的山坡上 也根本看不出任何能够通行的可能 无奈之下呢 只能再次是回到了这个侧坡 找准路线冲过去 雨太大了 怕泥直流 没有办法了 只能干了 我们计划呢 是先将车辆的方向摆正 要让车冲到这个位置 再打方向 走到目前电码的这个位置呢 才算是安全通过 OK了 现在计划呢是做好了 但真正走起来 还不知道能否如我们所愿 盖在这儿 就在我脚的这个位置 别送啊 因为我们出来是穿越 是拍景 走一些穿越路 但绝不是拼命的 包括给大家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当时文力走这儿 也是被逼着没有退路了 不然也不会冒这么大险 不过还好就是 这块就算翻车 不会很深 考虑到整个团队的安全问题 于是呢 我们又回到车上 仔细研究了一下附近的地图 为我们意外的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把那段V字形的路线 给横穿过来了 现在呢 只需要往回走一小段 大家呢 就可以切换到这个宽敞的柏油马路上去了 毕竟呢 现在并不像滩路时候那样已经陷入了困境 所以呢 我们还是选择更加保守的方式来通过 绕开这段废弃路 慢慢往后倒车 找这儿掉头 上了柏油路 我们前方呢 也就不会再有什么过于复杂的路况了 所以呢 现在就把这台电马的胎压打起来了 然而接下来才走出来没有几公里 这台车的胎压监测就爆料 等会儿 用后台怎么在跑梯呢 对不对 压东西了 手后车马上就要灭了 前面是关键车 来 去前车这儿 从来没路过百六十 漏着呢 开 炸了 开炸了 开炸了 这就GM2 你要开分 哪一棒像家伙 来 无关人士可以吃饭了 当然有人愿意帮我收拾一下后面消息 你们说我到底是 不用等拍我不用四个机位的 你们说我到底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你们说我到底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谁拿来谁放一个 好吧 待会儿看看这轮胎是被什么东西弄的 因为这是咱们打完漆在公路上压的 可能是个铁片弄的 这口子不小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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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海拔四千七 换备摊 所有摄像老师 还有我这么一个打酱油的 这么看着的 给它加油 开始船了 开始船了 我 对 干这么大一口子 连线都断了 你看了吧 这现在里边 估计这胎里边弄好 现在有一大铁片子 因为刚才刚上摆油的时候 咱们打气的时候都没有了 而且你看现在露出来的钢线了 把钢线直接切断了 得得了挂着吧 这个 给那个 再准备能摆上了 对 给那哥们卸上来 对 往这边来 对 下一个 第二个 行嘞 你来辅助这个点睛之底 后来 王冠不能掉 舒服 说明这活不是我一人干的 至少我参与他 来呀王冠哥 还有最后一笑 还没看 来 知道这考验的是什么吗 哎 腰背的力量 所以哥们这个 来吧 真是来 真不是白练的 你把这个 来呀我拧螺蛳给你 我待会这么拧螺蛳 你把螺蛳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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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过就是不一样 来 come on 我给你一个干活的机会 你依然给他封住 要不然他会不会 会不老儿子 人类造型 巡抚备胎的珍贵视频 行 我跟你说 四年前无料 都给我看一眼 换了一个备胎 你受不了吗 这要不要我协助 我估计 这哥一人够洽 没有你扣那盖 我可能最后没有那口气 运动要有点大 要有耳鸣 这扣备胎盖太累了 太累了 这真不是一般人 能扣得上的 好了 斜坐对吧 斜坐 斜坐 here we go 换好了备胎之后 大家继续上路 然而刚刚走出了几百米 我们就看到山坡下面 有两台卡车 好像是在互相帮忙救援脱困 于是我们就决定 过去问问老乡 看需要不需要大把手 是限车了吗 需要帮你拉出来吗 拉那个车 拉过来 OK 没事 你们的车过来 咱们一块把他那卡车 拉出来 没事酒有脚盘 这地儿要没人酒 晚饭就没着火了 谢谢开手 没事 谢谢开手 不用客气没事 你们那个车拉不出来是吧 没事反正我把你拉出来 我来也不行 没事没事 你不歇歇吗 不客气 没事 你不让我今天坐坐下了 我看看 有吃的给他们拿点吃的 我们有吃的 他也吃的 歇歇了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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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我来 谢谢 哎呀不要不要 车上装东西了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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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头 十一 十一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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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车里也是满的吗 没有空的吗 没有空的 空的不是终于电话 有东西 没有东西 OK 好 我这现在是做了一个锚点 因为地非常的滑 我这个车的重量不足以拉出来那辆卡车 所以现在我做了一个锚点 因为这个已经有固定点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车里面了 可以去踩着刹车了 然后拉的时候虽然有揽骑 那也要石破看着那个钩 一旦发生危险 赶紧得躲 懂了吗 因为现在这个力还挺大的 但还好那边是滚动摩擦 不会有那么那么大的力 这叫材浅 去踩油门 还出不来 拉到这儿就OK了 就彻底出来了 拉的时候 您稍微给点油 嗯 在 疑心啊 没事应该的 我跟你说是天忆 为什么 刚才把我们轮胎扎了 如果我没有轮胎扎了 我看不到你 后退 好 好 踩油门车 门车 没有 不客气没事 没事 看我这毛脸行吗 没那个拽不出来 牛是卖出去了吗 卖出去了 卖到云南了 郑哥你知道车里面装到什么 十一头牛 你多少头牛 十一头牛 十一头牛 卖出去了 牛 卖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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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五 小牛吗 两岁 啊 两岁的 蝗牛 蝗牛 可以让我看看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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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眼 看一眼 我拍到那边 我拍到那边 突然看 他会出来了 别打 生一头牛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开 我到时候大梦 我拉那个车 它是轱辘 它也没有说整个肚子都端在底下 都单在底下 怎么那么难拉呀 结果人家是一头猫牛你瘦了两个 我的天哪 刚才咱们这么一转 一头猫应该能早几天早云三 其实我们在外面拍月录说 我碰到这种我其实特别爱抱一个 就是大家会在这个时间点会碰到 也许下一次是他帮我的 对啊你我本互不相识 但我看到你我的问题 我身上的原因是什么 互相大把手的事 我猜下一次我也应该会有好运气的 咱们应该都会有好运气的 没毛病 Lucky Day Lucky Day Lucky Every Day 像今天这件事我根本没做什么 我只把他拉出来 对于我来说我损失什么了吗 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重要吗 不重要 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在那救他 他得救很久了 虽然自己手也脏了车也费点油 但你会发现特别开心 而且我会特别自信 我碰到问题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人帮我 像我们帮别人一样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你觉得呢 帮助完老乡拉车之后呢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赶一赶路了 其实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啊 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位置呢就已经能够看到格涅神山的真容了 然而呢天空不作美 于是呢大家就继续前进 在行驶过一小段飞铺装路面之后呢 我们来到了格涅神山的脚下 可是这巍峨的格涅神山在腰线以上的位置 还依然是笼罩在厚厚的云层当中的 而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已经是下午6点了 我们呢就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 转天呢再来拍摄这个格涅神山 小红马续航86公里 看这车续航真是个太大的问题了 看这儿找点油吗 你好 你好 那个村里能买一些汽油吗 汽油 我们那有一辆车没有汽油了 我问一下 哎帮我问一下 谢谢 谢谢 感谢 待会儿人哥们帮着背下 有没有汽油刷到 喂 你也是不少 因为我也是舅舅就知道 丁姐的那个舅舅 格涅王子民宿 问他那个民宿那个他舅舅 好的好的好的 就叫格涅王子民宿 对对 谢谢谢谢 你也知道那个舅舅说了 他知道他知道有哪里买的 OK好 谢谢 哎 你好 你好 丁正 哥 舅舅的 啊 舅舅的民宿在那边 好的 谢谢 你车链子掉了 我把你套上吗 可以的 拜拜 拜拜 好 我跟丁王子 对就是他 看你来不住啊 看他妈住在这不住 就在这 在这 那车停在那 你在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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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哇 谢谢 谢谢 今天的舅舅 嘿嘿嘿 然后刚好今天我们没有汽油了 哪儿也可以买点汽油啊 然后晚上我们也住在这 快点快点快点 你们要自己住啊 吃的吃 你们自己可以回住啊 可以我们自己有吃的 对对对对 现在这个你们两个水里的那个 太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走 这样 哦 这样的 可以 这个 摊火啊 哦 呼呼啊 OK 啥子都用 行 然后您看哪儿帮我们烧点热水就OK 啊 热水啊 热水 热水 对 要是热水泡方便面就OK 嗯 开水 对开水 不开水 热水不是开水 哦 开水 哦 热水就是热水的 明白 热水就是开了的 开了的哦 开了的 懂了吗 开了的 开水跟热水不是一个水 对 那这天我们要吧 谢谢 我先去这里 等一下 让它开下来 看这就是牛粉 哦 干了的牛粉 还行 再来一块 再来一块 最近一天就是下的都好糟了 下很大雨 路不好走 嗯 喝不喝 咱们用这个ECOFLOOR的这个DELTA 这老乡家 它能给咱们提供的就是这台LED照片 就刚才这个还在这闪 其他的这些充电器都没有电 你受不了吗 然后也没有插座 在今儿晚上就已经来爆了 还是得用自己的这个供电系统 你受不了吗 说幸亏有这个玩意儿啊 在路上插车里的联系就给它充电了 然后到晚上该用电的时候 就砍塌了 稳了 看我们这位扫黑风暴的粉丝 天天吃这次海锅 你受不了吗 不是吧 然后今天呢 应该能睡一个不错的觉 本来要露营了 但是特别幸运 住到老乡家吧 然后明天呢 我们就要去到此行的一个目击地了 就是格涅神山 我们希望啊 希望能够幸运一点 能够拍到格涅神山 现在这天光啊 你们看一下不是晚上 而是一大早上起来 下了一宿的雨 这雨怎么到早上起来 还下的更大了 我这今儿早上 我们还是要去格涅之眼 拍格涅神山的 但看起来今儿这天 应该是拍不到格涅神山了 但是先解决我们眼前这个燃眉之急吧 就是小红马 又燃油危机了 你瘦了吗 H9有半箱油现在 我这个电马 现在也是半箱多一点点的油 续航都还有两百几十公里 但是小红马 现在已经是见底了 你瘦得了吗 太头疼了 现在先带它找一地儿去加油 别陷 你看这地上 我这天哪 这加烤油容易吗 我这边 你看我这边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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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喝了 第四个 来 下一瓶雪碧了啊 来 走 拜拜 拜拜 谢谢您 下次来玩 谢谢 好 再见 拜拜 这支妹妹开啊 好的 拜拜 最后一站 什么阵来的 格涅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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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身后就是格涅之眼啊 非常著名的一个看格涅神山的点儿 而且呢 因为最近这是雨季 所以格涅之眼的水也是比较多的 很漂亮 对吗 那格涅神山在哪呢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对 就是那了 但我知道你现在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也一样 因为现在天气的原因 我们整个这个行程里面都是风雨随行 基本上来了十天下了八天雨 对 虽然阴雨的天气并不能遮盖住川西的美 但无论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 还是从整个行程的舒适度来说啊 我们呢都更加推荐大家在计划行程的时候 尽可能能够去避开重溪的雨季 这样一来呢 你们就能够欣赏到更加震撼的美景了 除了我们此次行程走过的这些地方呢 川西还有着太多太多绝美之境 根本呢不是一两次你能够看完的 而这一次呢 我们没能够真正的见到隔离深山 又给我们留下了些许的遗憾 同时呢也被我们下一次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利用 那这一季月夜露书您看完之后 是不是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 当深入到川西这个区域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比318比317那些长走的路线更加纯朴的民风 更加美丽的自然环境 对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好吧那我们这一季的月夜露书呢 那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之后会再出发的 好了川西向您来吧 这是真正的月夜 我为什么说第一天的那个错板 嗯 不叫月夜 这是常规操作 这是常规操作 我 我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人跟他这么干了 月夜露书成队又让我挖不下来 不怕死 嗯 你们可以把生命叫为正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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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